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哪一個領域 在20年前《時代》雜誌說 中國不可能成為工業巨頭 十年之前 西方看中國是山寨亡國 而今天哈佛和劍橋的專家 又如何來評價中國 科技革命必然會導致霸權的更迭 這其中邏輯是什麼呢 從來都有一種說法 說中國不可能發生工業革命 這樣的說法 進得起時代的考驗嗎 視頻到在請關注 《天下大聲音》 首先 習慣世界 中美大博弈是人類在21世紀 歷史發展的一個主旋律 這個現象在剛進入新世紀 之初的時候還不明顯 但現在看來不但明顯 而且幾乎是板上釘釘的一個趨勢了 那石先生在大約2005年 也就是十幾年前的時候 提出全球一盤旗 中美大博弈的時候 一般人也談不上會有那樣的感覺 那現在看來每天每週 每月發生的國際大事 少說有一半一上市 直接或間接都跟中美兩強的博弈有關係 也因此中美之間的鬥智鬥力 成為了食品大財經最頻繁關注的課題 當然 中美的課題不斷 我們也是推陳出新 樂此不彼 沈先生是這樣嗎 是這樣 不過我記得當時 我在提出這兩句話 全球一盤旗中美大博弈的時候 通常還講兩個註解 一個是時間上 一個空間上 時間上我認為這個趨勢 是一個世紀的主旋律 至少是半個世紀 那現在看起來應該差不多 那麼第二個在空間上 我認為中美博弈會從經濟到產業到 每一個領域擴展到 甚至於到深海到太空 那現在看起來也應該是這樣一個趨勢 如果說是全球範圍的話 就是包羅萬象了 沒錯 所以呢 但是我們有一個原則 就是跟著新聞走 新聞到哪兒 關注在哪兒 我們就評論到哪兒 當然 這樣一個原則 偶爾的時候也會有點例外 比如說它雖然不是新聞焦點 但是很重要 或者說很有趣 也會談 沒錯 今天我們就談這樣一個問題 當然 今天要談這個問題 其實它也是一條新聞 但這條新聞一般人沒有特別去注意 但我認為這條新聞可能它重要性 要比我們一般所談的一些重大的問題 可能還更重要 到底是什麼課題要比一般的政治 經濟 或者說是軍事要更加重要呢 是 我們今天要談的一個問題 就是中美科技較量的問題 就是中美科技的形勢跟未來趨勢 那麼為什麼這個問題那麼重要呢 因為我們都知道 美國現在是世界上的霸權 世界大國 它幾乎在每一個領域 剛才你講的 從政治 經濟 軍事 太空 產業 幾乎都是全世界第一的 但是我要特別提醒 它之所以在每一個領域 包括產業 太空 軍事 能夠成為全世界第一 最重要 後面有一個背後的力量 就是科技 換句話說 它每一個領域的 它的領先的地位 它的強勢 它最重要的基礎來自於它的科技基礎 如您所說 美國在很多領域都是強國 當然包括了科技 中國這些也是表現非常出色 有和美國筆尖之勢 比如說像工業 像太空和GDP 但如果說就科技而言的話 中美之間的差距應該還是不小吧 我想一般人是有這種想法 那麼正由於一般人對這樣一個形式 有這樣一個認知 遠遠超過了 超過一般人的認知 理解 甚至於想像之外 所以我就特別覺得 應該要談這個題目 來提醒大家對這個形勢的一個關注 但我們今天要談這個題目 要從一份報告開始談起 這份報告含金量很高 這個報告的主題是什麼呢 它的主題封面的標題是一個偉大的世紀競爭 中美在科技上的較量 那麼這份報告是哈佛大學跟建橋大學 聯合出版的 出版的日期就在這個12月初 那麼你看這個報告的封面 你看它左下方它那個一些作者 帶頭的那個作者 我相信我們觀眾都非常熟悉 我們經常提到他 就哈佛大學的艾利森教授 就最早提出修理的陷阱那個學者 那麼我認為他真是有心人啊 他可以說這幾十年 一直在關注中國跟美國 中國跟美國的世紀博弈競爭 會不會發生戰爭等等 那麼這本書顯然就是 他的關注的範疇之一 有點迫不及待的想瞭解 這本書的內容了 這本書當然內容非常多 但是如果你要把它總結 總結 總結 最後 總結出一句話來的話 就這本書告訴大家 告訴大家說 中國已經取代美國 在高科技製造業方面 成為全世界第一了 請注意這是高科技 我們都知道 中國作為製造業大國 在2010年就超過美國 成為全世界最大製造業大國 但它這本書提到的是 高科技製造業大國 製造業大國和高科技製造大國 這兩個概念應該還是有區分的 中國在這兩個領域都是第一了 對 我們一般講製造業大國 你可以想到就是一般的 最早的時候是紡織品 對不對 衣服 鞋子 腳踏車這些 這個技術含量比較低 那所謂高科技 那就是含量 技術含量比較高的 你比方說智能手機 或者跟太空有關的 跟生物有關的那些東西 都屬於這類 這個邏輯非常的重要 非常有意思 就相當於說科技進步的話 除了說有來自於 勾給面的推動 也有來自於需求面的拉動 那我想這個報告當中 肯定也會分為別類的 對於一些科技進步 做一些說明 做一些比較吧 你想得沒錯 剛才我什麼路來 我先說補充一點 那就是說我們一般講的 這個研發的進步 基本上都認為 一國家在研發上 投資了更多的資金 然後培養更多人才 研發就進步 但這個報告裡面 提出了一條很重要一點 就是中國因為製造業的能量太大了 所以它促進了研發的進步 於是回過頭來 就剛才你講的 那麼我們一般來講 就它一方面 中國有很多的供給面的資金的投入 人才的培養 二方面中國本身的製造業規模很大 所以製造業規模很大 就拉動了研發的進步 也就拉動了高科技產業進步 那麼現在回到跟剛才你講的話 那麼這個研究報告裡面 提出一個最重要的一條 那是就是說認為 中國現在看起來 就到目前為止 中國已經在相當多的領域 已經領先美國成為全世界第一了 而且中國在一些其他的領域 照這個報告講 未來的趨勢如果不變的話 也會超過美國領先美國 中國在哪些科技領域 已經是成為第一了呢 好 我們分兩部分 一部分是已經超過美國的 這部分在報告裡面列出了三個 三個都是我們很熟悉的 而且都非常重要的 第一個就是5G 大家很清楚 對吧 第二個就是QRS 就是量子科技 量子科技其實包括了三個部分 一個叫量子計算 第二個叫量子通訊 第三個叫量子傳感 中國全面領先美國 第三個很重要的就是 我們講的AI AI就是人工智能 這三個領域 這個報告已經很斬釘截鐵地說 中國已經超前了 陳先生 那麼報告指出說 在未來十年之內 中國有可能會超越 美國的科技領域又是哪些呢 是 我們剛剛講的是 這個報告認為 已經領先美國的有三個領域 而且都很重要的 那麼認為未來有可能 在十年左右也會超過美國的 它第一個就列出來 一個叫做半導體 我相信很多人聽了以後 就會感到意外 這報告也這麼說的 這半導體從來是 美國的最強勢的一個產業之一 但是呢 現在由這幾年來 因為投資的減少 所以可能會削弱美國的競爭力 但是對中國來講 美國一個半導體工業協會 做了一個估計 未來十年 中國將會開發 40%的新的產能 因此十年後 中國可能在這個領域裡面 獲得24%的市場佔有率 全球的 哇 的確讓人感到很意外 當然這份研究報告 有它的專業性 讓我們不得不去相信 那除了半導體之外 還有什麼呢 它再接觸的第二個呢 是生物科技 生物科技 同樣的我相信很多人 也感到意外 沒錯 這報告裡面也這麼說的 長久以來 美國在這方面 全世界領導者 但是中國由於這幾年來 無論在這個低端的 或者是高端的研究方面 來自於製藥各方面的領域 都投入非常多的努力 因此取得非常大的一個進展 因此也渴望在十年之後 超越美國 另外還提出一個 同樣也有這種可能性的 就是綠色科技 OK 綠色科技的話 是未來引領人類發展的 一個最重要的潮流科技之一 那在這個領域的話 報告如何去 比較中美兩國的實力呢 也沒錯 同樣的一句話 它說這個領域 從來也是美國在這方面 遙遙領先全世界各國 但中國由於這幾年來 大力地追趕 所以這個差距越來越相近 越來越接近 如果趨勢不改的話 那麼將會在十年之後 超越美國 它這邊隨便舉了一個例子 它這邊舉了一個就是說 太陽能電池板 太陽電池板在20年前 就2000年的時候 美國佔的市場佔余率 全球的30% 中國只有1% 那麼20年之後的今天 美國只佔了1% 中國佔了70% 我想這份報告 大家可能看到這裡 都會和我一樣 感到很意外 如果說是美國 或者西方人看的話 除了意外之外 還會有一些震驚的一個成分 但很好奇 為什麼哈佛大學和進俏大學 要做這份報告 他們的動機和原因是什麼呢 我第一個想到的 就可能跟這個報告 我剛剛提到的 列明英國第一的 第一主持人 研究者 就埃里森教授有關係 我們都知道 他這幾十年 一直在關注中美的博弈的形式 幾年前他還寫過一本書 2017年出版的 是吧 叫做注定一戰 就是很擔心 中國跟美國會爆發戰爭 所以他要去思考 究竟有什麼辦法 能夠避免兩國發生戰爭 那麼在這個情況下 就必須對兩國的各方面情勢 做一個比較深入的了解 所以這個報告呢 應該就是在這個動機之下 去研究一個比較冷門的一個領域 叫科技的領域 OK 所以說因為科技是中美兩國 所有競爭力的一個源頭所在 所以要下大功夫 做這份報告了 對 當然這是一個大背景的 這個具體講小背景 我相信就埃里森個人本身來講 他更關心的是不是中美之間 能夠避免 因為誤判而造成一個戰爭 所以他希望美國 或者希望能真正了解 中國的科技實力 以至於不至於產生這個誤判 那麼關於這部分的動機 就是你剛才去關心的 在這份報告裡面 前第一個部分裡面 一個行動綱領 已經談得非常透徹了 行動綱領或者行動綱要 它的主要內容又是什麼呢 這個行動綱要裡面 他談的是這樣子 他舉個例子 他說在20多年前 1999年的時候 美國就包括美國工程學院 醫學院 乃至於科學院 聯合做了一個很有趣的一個預言 就是奧林匹克預言 什麼意思呢 美國要看看 在過去之前 所謂的科幻小說 科幻電影裡面 所講的那些東西 會不會變成事實 比方說 克隆 這個動物的克隆 或者是你在駕駛車的時候 有語音告訴你 怎麼走怎麼走 或者說一個計算機 能夠濃縮到 變小到一個像撲克牌 後來發現到 通通變成事實了 所以這份報告 就那個時候 99年那個時候做了一個預言之後 就做了一個結論 就是說美國不僅是20世紀 是全球生產力 最主要的驅動力 而且毫無疑問 在21世紀也是推動全球文明進步的 唯一的重要的因素 那麼跟他非常接近的 就是時代周刊 2000年的時候發布了一個特刊 特刊的名字叫超越2000年 超越2000年 在這個報告裡面 很斬丁切切說 中國不可能成為一個工業巨頭 所以你可以看到20年前 從西方從美國的觀察來講的話 他們完全忽略了這個房間裡面那頭大象 也就是說20年前美國是低估了 或者說錯估了中國 對 這個不但是一般人 連專家學者都已經低估錯估了 不但20年還沒玩 2010年就10年前 西方國家對中國怎麼看呢 當時跨國企業已經把中國當初是一個低成本的一個生產基地 然後生產出全世界都需要製造這些產品的時候 當時他們的看法是中國 中國不過就是一個受到很多制度約束 只會死機硬背 只會模仿不會創新的一個國家而已 這也很真實說明了 其實不管是美國還是西方 他們對於中國的認識 是完全落後於中國的發展和中國的速度了 沒錯 所以這個憲強大學跟哈佛大學就因此警覺到 當AI 當5G 當量子科技 中國都已經明顯超過美國的時候 這樣子一個誤解 這樣一個誤判絕對不能夠再下去了 所以我最近注意到Google 它的一個首席執行長叫做史密特 他講的一句話我是基本同意的 他說如果趨勢不改變的話 10年之後 美國將會跟一個經濟規模更大 研發能力更強 科技水平更高 計算基礎能力更強的一個大國競爭 那先生講到這裡的話 我有兩個問題想請教一下您 第一個問題是您覺得 哈佛和劍橋大學的這份報告有用嗎 它對於美國來說 會有正面或者說負面的作用是哪些 那第二個問題的話就是 如果說這個報告的邏輯是正確 比如說未來10年 中國會有很多的科技領域在超越美國 它對於中國的發展 還有中美大博弈的趨勢 會帶來哪些改變呢 好的 我們先談第一個問題 就是你剛剛問到 就這個報告提出來以後 對於未來這個趨勢 就是剛才我們比方講的那個 斯密特城市長趨勢 未來10年不變的話 有沒有可能會因此出現變化呢 我的答覆 認為是不可能 不可能也就是改變不了的意思 那如果說改變不了 這個趨勢發展下去的話 它對於中美全球大博弈 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 精彩內容 我們馬上回來 歡迎各位回到齊平線下 在上一節中我們談到 中國在一些科技領域呢 已經是領先美國了 而在另外一些領域 也即將要超越美國 那誰先生 這樣的趨勢 有沒有可能會出現變化 如果不會 也就是說趨勢繼續發展下去的話 它對於中美大博弈 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 我們剛剛講的是第一個 我認為不太可能發生變化 為什麼呢 因為剛剛史密特就這麼說了 他說如果趨勢不改變的話 未來10年 就2030年那個時候 美國會面臨到一個更艱難的競爭 因為它會跟一個體量更大 研發成本很高 研究水平更高 這個數據計算能力更強的 當然就指中國嘛 那麼好 那麼這個趨勢有沒有發生 有沒有可能發生改變呢 我認為不可能 不可能原因很簡單 我們要看一個圖 這個圖呢 現在就我們可以看到 為什麼中國現在表現比較好 因為美國的這個科技發展的水平 是緩慢上升的 中國一開始很慢很慢 但突然間變得很快 現在就正在處了一個交叉點 這個交叉點之後 那麼現在問題就剛剛史密特說 是不是會繼續往上走 那麼我的判斷是兩個 第一個要看先行指標 說我們現在看到科技領先美國 這是以現狀 那為這個現狀之後怎麼發展 看先行指標 先行指標有兩個 一個就是專利的數字 申請專利數字 第二個就是論文數字 那這兩個指標現在基本上 都已經追趕上美國 或者超越美國了 好 先行指標在前面 還有更先行指標 那更先行指標是什麼呢 那就是一個國家的研發的投入 以及一個國家理工科技人才 的一個規模 這兩個數字 中國也相當不簡單 也基本上會超越 尤其是科技人才 你超過美國那個數量 所以我大膽地判斷 應該這個趨勢改變不了了 明白 改變不了 除非發生一些不可測的變數 那石先生呢 我接下來想問的話 如果改變不了 它對於中美大博弈 會有什麼影響 好 那麼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來談 一個從生產力跟競爭力角度 另外一個從歷史的角度 咱們先談第一個 生產力跟競爭力角度 這話什麼意思呢 因為我剛才講過 美國現在作為一個霸權 就是全世界大權 它是從科技 工業 產業 什麼什麼 包括軍事 太空 它都是領先全世界的 而背後基本上是科技力在支撐 所以如果剛才我們的分析 包括哈佛大學的報告研究 基本正確 未來趨勢不改 那麼好 中國在將來科技方面 十年之後會超越美國的話 那麼顯然接下去 中國在不同的領域上面 也可能會超越美國吧 這就根本改變了中美博弈的 一個基本的框架 跟權力結構大趨勢了 所以現在您會起這樣的標題說 偉大的競爭 中美兩強在最後一個領域的較量 那實際上如果說我們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的話 如何來分析 那就要從工業發展 或者科技發展的角度來回顧一下 那麼就是說工業革命 我們知道人類在很早很早以前 是畜牧時代 那麼然後進入了農業時代 農業時代經過很長 一直到最近 兩三百年之前才開始進入工業時代 也就是工業革命 所以從工業革命到現在為 進入工業時代到目前為止 18世紀中也不過到目前為止 250年到260年而已 就說是在這短短不到300年的時間裡 發生了一連串的三次工業革命 那麼這三次工業革命都發生在 過去的250年到260年 那麼我們現在怎麼去回顧它呢 首先我們看 一 發生在什麼時間 第二 發生在什麼地方 第三 是什麼樣的形式發生 第四 產生是什麼影響 這樣一梳理的話 這個角度就非常清晰了 那我們不如就簡單地回顧一下 好 那我們就從 第一次工業革命看起 第一次工業革命是1760年 當時我們在讀歷史就知道 蒸汽機發明了 這個紡織機發明了 那麼主要的地點在英國 主要是英國 那麼它產生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 這個非常深遠的影響呢 首先在這個 就是我們在經濟方面呢 就進入到所謂的工業時代 或者清工業時代 那個時候就要機械化 取代勞工嘛 那麼在政治方面呢 就出現了所謂工人 要求更多的話語權 在社會方面出現 有產階級跟無產階級之分 那麼影響最大的還是在國際方面 這個國際格局 國際權力格局都為之改變 影響會如此的深遠 如何理解呢 是這麼看啊 就是1760年開始的 剛才講的第一次這個工業革命的青紅葉 這因為生產力爆發了 生產力爆發使得英國跟當時西歐呢 就發現到很多的產能過剩了 這個市場買不了了 那麼怎麼辦呢 這個就必須要到外面去找 那麼另外一方面呢 就原料不夠了 原料不夠也要從外面去找 所以這就產生了重商主義 你可以看到英國 河南 西班牙 就往那個地方 往外面走 這個重商主義走到一段時間以後 他發現到跟別人做生意 跟別人做生意的時候 有的時候呢可以做好生意 有的時候做不好就打 那就帝國主義出來了 帝國主義了 所以從重商主義到帝國主義 到最後呢打得都嫌麻煩 乾脆去殖民 叫殖民主義 所以在短短的200年時間裡面 英國就變成一個日不落國 英國的勢力就基本覆蓋了 整個世界上非常大的一部分地區 這影響非常深遠 這個工業革命或者說科技革命 對於人類社會發展的影響 的確是不容小覷的 如您所說 對 那麼我們還可以看到 由於這個英國統治的 這個稱霸時間超過一兩個 差不多兩個世紀吧 所以你可以看到英國的這個體制 英國的價值 英國的文化 英國的宗教 是吧 還有語文 基本上也就在這一兩百時間裡面 整個覆蓋到整個世界地球 於是就形成了一個非常長久的 西方統治世界的到目前為止 將近三百年的一個時間 在影響所及我們看到像英語文 西方的風俗還有這個信仰 都成為了好像全球範圍之內的 這個語文價值和信仰 當然沒錯 當然這裡面不光是英國了 我們知道英國之後 經過了一段西歐之後 第一次第二次工業革命 就接到美國了嘛 所以在這個長達兩百年的時間裡面 基本上就是西方統治世界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是講英文啊 這個宗教是天主教或者基督教啊 這個必然的造成這樣一個結果 那接下來就是第二次工業革命了吧 是 第二次工業革命呢 大概就是第一次工業革命 第一次工業革命我剛講1760年開始到1830年 40年結束啊 然後第二次工業革命就從19世紀中葉開始 到20世紀就是1930年代告一個段落 也將近100年時間 那麼第一次工業革命剛才講 主要是蒸汽機跟紡織機造成的輕工業 第二次工業革命是什麼呢 內燃機 發電機 那麼就形成了重工業 所以這個第二次工業革命 跟第一次工業革命最大的差別 就是一個是輕工業 一個是重工業 那第二次工業革命 主要會發生在哪些地區影響最大 第二次工業革命 我們簡稱為電氣化時代 電氣化時代主要發生在英國 然後西歐 然後接下來美國也趕上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那一段時間 從英國霸權到西歐霸權 然後到美國霸權 西方這300年的霸權始至英國 然後中間又經過了一些西歐的國家 然後再延伸到美國 這也是工業革命的一個延續 那如何來看第三次工業革命 和美國的興起 廣告回來 稍後見 從英國的興起 第三次工業革命 好 歡迎回來 陳先生 我們繼續剛剛的話題 如何來看第三次工業革命 和美國的興起呢 好 我們現在談談第三次工業革命 我刚讲过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时间 大概从上个世纪 1940年代 也就是二战 结束的时候开始 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呢 主要内容就很大不同的 第一就是它有原子能 然后飞机 汽车 航太 航空 还有计算机 互联网 这些东西就构成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内容 那如果第一次工业革命 我们把它叫机械化 第二次工业革命 一般称之为电气化 那第三次工业革命呢 你也可以把它称之为自动化 或者是最近经常提到的 数字化 这都可以 那主要呢 这样就发生在美国了 所以美国就在这个领域里面 这个大放异彩 那么因此成就了美国 作为上个世纪以来 到目前为止的一个霸权的 一个主要基础 但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时间 刚刚讲从上个世纪 1940年代开始 大约到上个世纪末 到本世纪初 应该算告一个段落了 的确很有意思 可以看到说工业革命 或者科技革命 它对于从全人类发展角度来说 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甚至可以理解为 科技革命与新兴大国 或者霸权之间 是存在着密切关系的 那么暂时再回到刚刚主题 如果说中国的科技 继续发展下去 赶上或者超越美国的话 那您如何来看 中美世纪大博弈的前景和趋势 你前面的一个部分点得非常的重要 就是我们现在看历史 就可以发现到 一般过去是把它分成两个平行线来看的 一个就是霸权的耕地 英国霸权出来了 然后法国 然后德国 然后美国 二方面呢 我们又单独来看产业发展的过程 然后你要把这两个对到前景 你就发现到 这两者就彼此密切相关的 第一次工业发生在英国 英国就变成英国世纪英国霸权 第二次工业革命主要发生在西欧 于是说言西欧霸权 第三次工业又没有发生在美国 于是上个世纪就是美国霸权 所以这两者之间是密不可分的 好 那么现在我们谈 如果经过了三次工业革命 刚才已经按了一个暗语 就是第三次工业大约结束 在上世纪末根本世纪错 那么现在本世纪开始要第四次工业的 那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什么内容呢 如果你要去问专家的话 问科技方案 他会告诉你主要内容 5G 主要内容AI 主要内容量子科技 然后半导体 然后生物科技 然后绿色科技 恰恰就是我们刚才 哈佛大学跟建筑大学所分析的 中国已经开始领先 或者中国在未来十年即将领先的 主要的科技的范围 很简单吧 今天话题真的是非常一样 如果这么去理解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话 那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 基本上最大的概率就发生在中国了 是 我迫不及待地要说 今天这个话题真的是很有意思 我们最初是从中美之间的科技竞争谈起的 然后又发现了工业革命 或者是科技革命 它对于大国的兴起或者霸权之间 中间是有着密切的联系 那大家又很好奇 如果这个世界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 我们该用什么样的角度去解析和判断呢 我们立刻进入到评说心语 好 我们进入到评说心语 石先生 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呢 延续你刚才最后所关注话题 当中国成为一个科技大国 而我讲科技大国就必然是一个综合大国的时候 中美之间的关系 博弈乃至于全球全球结构 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 所以我们今天评论推论题目 是中国世纪会给人类带来什么 我记得在最近这几期 我们经常谈到 这个中国在未来世界中 扮演那个角色 首先我提到过马斯克 这个特斯拉的总裁 马斯克他说 当中国GDP成为美国两倍的时候 那么世界会变得很大不同 那么当两倍到底在什么时候会发生呢 我想我们接下去 下个礼拜我可能会谈这个问题 大概在二三十年之后发生 那么第二呢 我也引用过英国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历史 叫马丁亚克 他在2009年写的那本著名的书 《当中国统治世界》 这个统治的概念 并不是用军事方式来统治 而是中国来引领世界的时候 世界会变得很大的不同 那么还有一位 我之前也经常引用的一位 英国最著名的上世纪的历史学家 叫唐英比 唐英比也写过人类历史的 很多很多重要的著作 他曾经研究过人类的二十多个民族 但最后得到一个总结 他说21世纪人类希望是在中国 那做这个判断相当不简单 因为他是研究着民族文化 各方面综合因素之后 才做出这样一个判断 所以我们总结一句 中国作为世界中心 那么这样一个远景 看来已经不远了 这么多人都是有信心的预言 说中国会成为未来世界的中心 但如果真正的开启中国世纪的话 您觉得中国会给世界带来什么呢 好 这是一个很有趣而易重要的话题 当中国真正成为世界中心 换句话说 当中国的各方面的表现 都是世界第一 不仅仅是什么经济产业 来自于政治体制 管理体制 来自于价值人民的素质 等等 都变成世界第一的时候 那我相信第一个会带来世界更多的和平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我们注意到 最近这两三百年来 就是西方统治世界的时候 我想全世界人类都已经形成了一种惯性的思考 人类必然就是 世界必然就是打打杀杀的 必然就是掠夺的 必然就是侵略的 必然就是压榨的 这是一种非常态 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非常态 我经常提到我们中国 当中国成为亚洲地区的中心 地区大国 比方说当明朝的时候 那个时候中国国力已经强当 世界是第一的时候 中国从来不打别人 正和下西洋 就是最重要的例子 这个跟文化的素质 跟文化的基因 跟人类 跟信仰 什么都有关系的 所以我相信当中国重新变成世界中心的时候 会给世界带来一个新的完全不同的面貌 让老百姓 让世界人民知道 原来世界是可以这样子 这是第一个 第二 中国会带来什么东西呢 由于就是像英国作为霸权 美国作为霸权的时候 他们会把他们自己的体制价值 辐射到世界上很多地区 所以我相信 当中国成为世界中心的时候 中国的治理体制 现在被西方人瞧不起的中国的各种思维方式 什么等等 都会变成世界上大家重新去思考 重新去面对 重新去学习的一个对象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极大 包括中国的体制等等 最后一个 就是语文了 就像英语文在过去两三百年 成为世界上最通信的语文一样 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中语文 中文跟普通话 将会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一个潮流 您仔细看一看 最著名的投资家 这个罗杰斯 对不对 他两个女儿 都在学中国学得很好 现在最讨厌中国那个特朗普 他的外孙女都学中文了 是不是 视频大致 希望你喜欢 下周同一期再会 好 我们下周见 谢谢大家